Darling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y me 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y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 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就在转身的一瞬间 你心甘的占领我世界 3月30号 却青岛凤凰音乐节官方微博消息 2023年青岛凤凰音乐节阵容今日揭晓 2023年青岛凤凰音乐节将于6月22号23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举行 届时 周深 孙艳兹 敬请期待 本届青岛凤凰音乐节邀请到共计32组乐队歌手演出 涉及流行 摇滚 嘻哈 独立等风格音乐人 结结了华语乐坛口碑实力歌手 音乐综艺导师 实力唱将及知名乐队等加盟 此外 限量早鸟票3月31号上午11点18分准时开启 中午初不飞华 化成最美是南沙 梅在彩虹江 梅在万青沙 木面自尽尽莲花 大湾曲烟如花 周深 好好看啊 天哪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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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天 周深在奔跑把路制路透 都满天飞 但所有周深的路透里面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周深一直蹦蹦跳跳的 可可爱的和粉丝们打招呼 甚至跳起来和粉丝互动 简直是太可爱了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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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哎 送人 啊 人 哎啊 可pable 不要 真 undermine まあ 神 treatments 咋不 thank 咋不 if 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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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unken 咋不 咋 Heritage promise me when you do this cake I'm used to being alone I know what feels like you know me but they don't in a city of passing light 而成都现场的网友 爆料了几件小事情 也能看出来 周深和粉丝的关系 第一件 在成都博物馆 大清早 有位遛狗的老奶奶 问保安 周深什么时候来 当得知下午才来的时候 因为等不了那么久 就失望地离开了 第二件 网友对后面来看热闹的 两个陌生女孩说 自己是来看周深的 两个女孩都说 周深实力真的好强 第三件 网友遇到一位别家的粉丝 听说网友是来看周深的 直说 周深就是最懂礼貌的 每次都四面八方的鞠躬 真的很有诚意 唱歌也好 第四件 离开场馆的时候 不确定周深从哪边上车 却有人说 别的人我不知道 但周深即使不是从这里上车 经过这里 看到这么多人在等 也一定会摇下车窗挥手道别的 果然 他是为二摇下车窗 给粉丝打招呼的 是唯一一个下班转场 笑容那么灿烂 挥手这么用力的 当路人粉和别的爱豆的粉丝 都在夸周深的时候 当老奶奶都在询问周深 想看周深的时候 只能说明周深是真的好 如此有实力 又有礼貌 真诚 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怎能让人不喜欢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周深这两个字 已经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 每次周深发布音乐作品之后 他的歌曲都会迅速占据各大榜单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在如今的娱乐圈当中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歌手 不是没有 但数量确实很少 周深的影响力 真的远超大家的想象 那些喜欢动漫的人 他们可能通过 《易游在》或者《灵牙之旅》 这类作品接触周深 而喜欢看综艺的朋友 可能会为周深 在时光音乐会当中的表现喝彩 进而成为他的粉丝 要是大家喜欢追剧 那大家应该听过 周深为作品演唱的主题曲 与其说 周深在刻意布局 不如说 因为周深的实力太过强大 导致任何地方都是他的主场 任何领域都是他的舒适区 回往过去 周深给大家带来了太多优质的作品 回望未来 不知道周深还会给大家带来多少的惊喜呢 我们下来带来了太多优质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